9点36分了朋友们啊 给大家看看 这有一个 这本书 这是一本书啊 叫做浩气 浩气长存有这词啊 浩气出版社发行 八年来的回忆 沉溺 公博自白书 沉溺 逆贼 汉奸啊 陈公博 也是汪精卫政权的一个主要人物啊 陈公博呀 周佛海呀 这批人啊 这个这本书中记载说 新四军当年一直与日军相互的交换物资 陈毅当时负伤 陈毅负伤好像是跟国民党打仗吧 不知道怎么负的伤啊 不清楚 我就知道抗战的时候 42岁的陈毅 娶了19岁的张倩啊 竟是由啊 他负伤 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的 哎呦 这还是敌对国家吗 敌对的武装力量吗 是吧 汪精卫政权 组组织苏北清香 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 导致汪精卫总是无功而返 这个日本大使馆的书记官 他这个大使馆指的是驻南京汪精卫政权大使馆啊 当时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 有的叫说客 有的说叫说客 说服说服 说他怎么说的 他说共产党并不坏 其政治 他的政治 共产党的政治 且 缴南京和重庆为进步 说共产党在政治上比汪精卫的南京政权和蒋中正的重庆政权还要更进步 还有这种说法吗 这个很奇怪啊 不过当年美军 当年那个美军派驻延安的联络组 是吧 包括这什么叫谢伟斯啊 什么一些外交官 甚至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 甚至马歇尔杜鲁门 什么魏德迈 啊 赫尔利好像都对共产党印象很好 哎呀妈 你看人家这人缘混的啊 你看蒋先生 说是起初他们是有理想的 后来有幻想 现在进入了梦想啊 有人说日本倾向共产党 更像是狼在田野里放生了野兔 但这说法更像是某些个人的倾向 电视剧潜伏里也表现了类似的剧情 即使日本高层确认武器 不得缴械共党 仍有大批日军向共党以投降的名义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投降我就把武器给你了 更有日军加入了内战 然后有人说读一读远藤玉教授写的恶谋吧 远藤玉教授日本的女性 她在中国生活过 她好像属于二战结束的时候 就是丢在中国的孤儿吧 她还有一本书叫 毛泽东与日军合谋的男人吧 好像大概这书名是这个啊 谢谢